9月6日,在帅队赢得了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冠军后,中国篮球天才,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赵护理的赵瑞,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22岁中国护理,用一句话赢得姚明两个字高度赞扬。 周琦都没这待遇,赵瑞透露,亚运会期间中国队打得不顺的时候,他和姚明曾有过一番相当有意思的对话,也就是在那一番对话过后,姚明对赵瑞大家赞赏,送给了他连周琦都没能得到的高度表扬。 据悉,当时中国在场上被菲律宾完成了反超,姚明问中国男篮全队,如果在场上的困难时候,投不进球呢该怎么办? 赵瑞抢先回答,继续投,有机会为什么不投?我们要打板的是自己,不能被内心恐惧支配了自己。 在说完九番话后,赵瑞在那场对战菲律宾比赛的最后时刻表现出色,勇猛上来拿下了最后关键的四番,抢断后造成了克拉克森的反规,还守住了最后一个篮板球。 姚明对此大家赞赏,在上篮有可能不尽到智全队输球的情况下,赵瑞选择了最为勇敢的方式,他勇敢的上篮拿下了比赛。 中国男篮就需要何种勇敢?要知道,勇敢这两个字,这可是连周琦和丁燕丽康这两大NBA球星,都没能得到的褒奖啊。 22岁的中国护理,真的开始迈向成熟了。